欢迎收看金明天下美国联准会 现在利率连六动 同时也放慢了缩表的一个速度 那么如此一来 是不是对科技股是相对比较有利的呢 那么科技股的部分 特别留意到是在高通 他们对财测是相当看好的 那么在股价的部分 也继续在盘后出现了大涨的情况 不过美国的消费信息 已经是连续三个月都是下滑 来到了一年半的这个新低 在过去大家认为 价格比较亲民的速食店的餐点 现在民众也越来越觉得非常的贵 所以更多人是改在家 自己来煮来吃 而AI的需求真的是无法挡 那么包括超围还有美超围 对于整个AI的一个后世 都是相当看好的 台积电有没有机会再当救世主呢 另外在韩国现在掀起了一波的逼退潮 他们针对的是35岁以上的一个员工 那么把这些员工当成是免洗块 甚至让他们坐在一起 让其他人一起来围观 那么没有派发工作给他们 到底还有哪些令人不堪 这个觉得逼退这样的一个手段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资深海外特派 龚邦华 大家好 采音专家有庭浩 晚安 金周刊公文林洪文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谢陈燕 大家好 我们先请教廷浩 美国联准会在这一次 依旧是维持利率不变 同时也强调他们放慢了 缩表的一个速度 虽然大家觉得说 如果要再降息这个时间 可能还要等一等 不过鲍尔也暗示了 他不会升息 这对市场是以利多来解读吗 事实上我们要搞清楚 到底联准会现在释放的 鹰派谈话跟鸽派谈话是什么 有些人会觉得延后降息 就是一种鹰派谈话 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来看 鲍尔竟然已经很明显表态了 他不会再升息 这代表现在是夺割的问题 就一点点割跟非常割 不管怎么样都是宽松 只是什么时候要放水的问题 那这一次我们可以观察到 联准会在释放谈话当中 其实美国股市波动相当巨大 甚至一度大涨500点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美国股市的剧烈反应 其实很上 并不是跟利率有关 因为利率这件事情 鲍尔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说是 整体的降息步调为何 他只是跟你缩时不会升息 但是不告诉你具体的降息 到底是一码 两码 三码 也不告诉你什么时候降 对 他也不告诉你 可能12月 可能9月份 但是有一件事情 他缩时了 那就是整个紧缩循环 是完全结束了 那就是缩表的进度 每个月本来是 仅持600亿的美国公債上限 现在放慢到250亿 这差很多 本来我每个月说 我要收保护费 600亿我要收走 把市场的流动性给收缩 现在我只收到250亿 那就代表着市场会预期 有进一步的流动性 它可以在市场上流动 可能跑到货币型基金市场 可能也跑到股票市场 但不管如何 他收的钱就是没有这么多 他会导致什么样的现象呢 本来在过去一整年的 缩表步伐 可能是7200亿美元 现在只会收你3000亿 有4200亿的流动性 他不会收走 那股票市场就开始 有新人的波动了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联准会上一次 短期内停止缩表 是什么时候 我们看得很清楚 20年以来 联准会就在进行 高强度的扩表 到处撒钱 购买公债 释放流动性 可是在22年开始 就进入到缩表行列 可是我们观察很清楚 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 短期内 联准会是有尝试的 进行扩表 就是SVB 矽谷银行爆发的时候 它并没有一直缩表 这中间有一度进行扩表 对 那为什么要扩表呢 因为当时矽谷银行的破产 导致联准会 必须紧急的释放流动性 它为了要以防 美国公债的减损 对于银行体系 冲击太大 所以现在我们的状态是 联准会竟然这段时间 放缓了缩表进度 也就代表着 市场经济也没有好到 完全没风险 它还慢慢给你缩表 这就说明了 美国经济一方面 一定有部分产业部门 它受到高利率的影响 上市美国的商用 不动产的部分 压力还是很大 我们虽然看到 美国的房价一直创高 可是美国的房仲惨死 没有人要交易 没有人要升起 三十年期的房贷利率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第一联准会释放了一个 相对比较鸽派的谈话 但是又没有鸽到 说会让你降息 那第二件事情 是美国的实质GDP 当联准会决定 释放这种 不会立即降息的谈话 也就代表着 虽然我跟你做了一些 预防性的动作 可是我相信 短期内经济 没有太大问题 我们看到美国的实质GDP 在今年一季度 还是高达1.6%左右的 激增幅 等于过去三年来 几乎没有真正拽推过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的问题 大家把焦点 开始白往欧洲央行 白往加拿大央行 和纽西兰央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意识到 美国经济 好像是所有发达经济体当中 表现最为强劲的经济体 我们占全球GDP的 占比当中来看 美国在过去几年当中 是不断的飙高 欧元区 中国曾经在二零年 曾经飙到最高 结果开始下行 说明什么事情 如果现在全球经济 最强的是美国 他的降息 他可以最晚降 他先等欧洲央行先降 他等加拿大央行先降 等纽西兰央行先降 所以现在就透露出一种感觉 就是联总会告诉你说 我不太齐 等他们都受不了了 我再来释放一些 也的确欧洲央行应该是 市场认为应该很快 就会降息 对 那如果欧洲央行是六月份 就要降息的话 那联总会可能就会延到九月份 那欧洲央行如果也到九月份 联总会可能就会 进而持续的往后延 那这是第一点效果 那第二点效果 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联总会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肯定了 维持这么高的利率 我们不会因为这么高的利率 马上引起衰退的 我们顶多是信贷部门 有一些压力 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逻辑当中 给我们的判断 通常是利率保持的越高 我们的消费就越紧缩 因为负担不起 这么庞大的利率 可是为什么 维持在如此高的利率 市场会有一种新的说法和声浪 认为维持这么高的利率 反而有利于我财富的增额 原因很简单 这是因为美国市场 有大量的资金 尤其中产的退休金 大量的往货币型基金 和大型的定额存款当中 来做集中 我们举例来说 美国家庭货币市场的经济规模 在2020年 仅仅只有1.6兆美元 现在是高达多少 3.6兆 那这个货币型基金 其实它所持有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债券 或者固定收益证券 那这些固定收益证券当中 它等于是给予你 接近5%左右的保证利率 那一样 大额定期存款 虽然它没办法这么高 但是有4.8% 也是差不多 金位在快速的比较高 说明什么事情 过去我们常常会担心 利率过高 我们消费会紧缩 现在我们发现 中产大量的把手上的钱 存放到定期定额存款当中 存放到货币型基金市场当中 这就导致了 我存在银行拿到的利息 可以跑赢通膨 美国现在CPI 也不过是年增率3% 但是美国的家庭货币基金 是5% 那反而高利率 我的财产持续在增值当中 所以只要确定 我不会失业 我还有收入 我就不断的有钱 留到定期定额存款当中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一直跑赢通膨 一直跑赢通膨 这个就是高利率 所形成的财富效果 但它有个前提 就它至少不能失业 它一失业 那这些就作非 因为没有钱 可以存到存款当中 那现在问题在于 昨天我们看到美国 职位空缺数公布之后 来到848万 虽然是2020年以来的最低 可是美国的失业人数 仅仅只有600万 所以中间大概 还有200万的gap 无法填补 所以在美国 现在就业市场 还是非常的强劲 到现在为止 还是非常强劲 现在美国 我们看到的迹象就是 就业市场强劲 但是就业市场的强劲 并没有引起 薪资水平的大涨 说明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 在过去两年当中 美国又有大量的非法移民 流入到美国奔土当中 所以他就取代了 很多的基层劳力 那这些基层劳力 所以拉低了 他们的薪资水平 薪资也拉低了 可是就业市场表现不错 因为大家都在工作 但是又把薪资水平 给压下来 所以整个我们看到 联人总会这一次 所释放的谈话 他基本上 隐含这三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 是他其实已经释出 相对隔派的言论了 这一次其实不算赢 那第二点呢 他佐证了美国的经济强劲 强劲到他 他虽然给予你缩表层面 释放了一些宽松信号 但是利率端 他还稍微紧缩一点点 那第三点 美国经济如此强劲之原因 有一个重要因子 就是劳动人市场 现在还是有所支撑 那换句话说 我们看到短期股价的波动 他可以反映很多事情 可是如果从美国经济表现来看 仍然在上行 如果接下来 真的慢慢走向宽松的话 这样其实是迟早的事 那对科技股就很有利了 在这一次我们看到 高空所公布的 这个财报的一个部分 尤其他对未来的一个展望 是非常乐观 也激励他的盘后股价 是上涨将近4% 对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 都是那种上游端 如果需求不够好 下游端到时候产出就不好 我们现在会担心的是说 AI作为本轮科技股的领头羊 如果科技股前七大驱头 表现不好 那中间的半导体商 中间的终端商品该怎么办呢 那现在至少可以佐证两件事 第一终端商品的需求表现不错 我们看到这次高通 作为手机晶片大厂 显示针对AI功能相关 不管是PC还是手机的部分 整体仍然有持续复苏的空间存在 所以第一件事情 手机正在复苏 那我们就要观察了 今天晚上也是苹果的财报 如果因为高通端 它主要可能服务一些陆系手机 那如果苹果本身财报表现也不错的话 那就说明了全球手机在复苏 终端商品就没问题了 那第二个就是要观察 那到底最上游端的那些 AI伺服器的订单 它会不会到时候 全面的流入到台厂手中 所以我们要看最上游的变化 那这一次最上游的 其中一个科技股财报 亚马逊的部分 一季度财报的关键显示 EPS高于预期 就是8美分 高于市场预期的83 营收部分 年增率13% 高达1433亿 也比市场预期的1425亿好 包括营业利益 或者AWS 我们讲的云端营收 基本上已经来到250亿美元 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了 那说明什么事情 就是这些科技股 包括我们上礼拜所看到的 微软 Google Meta 几乎在营收 和整体猜测部分 都是比市场预期来的高的 短期有波动 可是至少可以承认 这些人 他们就是AI的始作俑者 因为他们要开始买 大量的伺服器 我们举例来说 如果是以云端 运算领域当中 整体占比最大的 就是亚马逊的AWS 占比有三成一 再来就Google 有11% 再来是Microsoft 有20%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 像Meta的部分 在上礼拜所公布的财报 整体营收年增 已经回到两成七 成功的软着陆了 ABABE Google 母公司的部分 来到一成五 成功的软着陆 微软的部分 来到一成七 成功的软着陆 对 说明什么事情 如果上面的几个老板 他营收都不错 他也没有调降资本支出 他就准备要买底下的伺服器 所以股价 虽然有时候会不如预期 但是我们可以承认 现在如果有不如预期 导致乖离下修的时机点 那反而是我们部件的机会 好 刚刚提到 但我们看到 包括美国科技股的一个财报 其实表现是比市场预期 要来得好的 那么整体来看 包括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高通的部分 除了在第二季 大吃手机 还有AI的这个商机之外 在整个第三季 也都是相当看好 我们说到 刚刚有提到 陈彦 就业市场还是很强劲 但为什么他们这个消费力道 感觉上正在萎缩呢 而且市场开始在担心 像这一次鲍尔 他特地澄清说 没有停滞性通膨 他会特别强调说 没有滞胀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通膨很高 但我的经济成长是停滞的 为什么要特别去强调 是真的已经 大家开始担心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鲍尔基本上不是在澄清 他自己没有滞胀 他在澄清的是 整个美国的一个经济状况 没有停滞性通货膨胀 那为什么他要去强调这件事 而且是在整个发言的一开始 他就去谈这件事 因为现在华尔街金融界都在讲 1970年代 停滞性通货膨胀的事情 当然这个部分确实是蛮可怕 因为当时的物价高到14.5 对不对 他必须把利息升到20% 才把他整个压抑下来 这个不免让人家担忧 你如果经济成长的力道在减弱 通膨的力道在增加 那是不是所谓的停滞性通货膨胀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华尔街一个 有一种要创造 要营造一种危机感的这种氛围 因为实际上现在的通膨不是在3.5 那你要说他很强烈的通货膨胀 我不理解是为什么 那是不是透过这样间接的在暗示 鲍尔说你是不是 所以他要澄清 而且低纪的经济成长也有1.6% 那你说坦白讲那个1.6是计真 你年增还是有3% 那你的经济成长哪里有停滞 我不理解 而且通常我们对停滞的定义是什么 是高失业率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还好这个鲍尔满强硬的去表达说 哪有这回事 谁说的 对不对 我觉得满好的 他讲的就是说 真不知道这种想法从何而来 因为现在的经济成长 就是年增率是3% 其实是不错的 然后通膨也没有大家所谓的 这种很严峻的一个情况 那为什么大家不消费 但是我觉得通膨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才刚发生 而是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 那不消费到底是通膨 还是高利率 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去思考 如果说利率很高 当然会有一些排挤效果 比如说我可能比较多的资金 我必须缴房贷 我必须缴房租 我这一天才看一个美国节目 看到他们说 他们的收入几乎很大的比重 要拿去付房租这件事情 那个比例确实是让我觉得 还满惊讶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我当然势必须 去牺牲我的消费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得去思考 但是确实整个消费信心 持续的下滑这是确定的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 必须让鲍尔仔细的去思考 那你是不是要开始降息 来增加大家的消费信心 因为未来六个月要减少外出用餐 外出用餐 然后减少一些娱乐 服装方面的一个开销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餐饮巨头 都发现说大家减少 外出用餐这件事情的冲击 是满大的 而且我还发现说这样的冲击 不是在我们认知的 高单价的消费餐饮 便宜的东西 便宜的东西也不买也不吃 不是在麦当劳 在美国 麦当劳应该算是比较平价的消费 对不对 就是说一般 就是比如说我们到英国去留学 你就会觉得吃麦当劳好幸福 为什么因为怎么那么便宜 就相对比之下 你知道麦当劳既然也说 他们很奇怪 最近他们整体的营运状态 有走下坡的迹象 也就是说过去一些 低收入的消费者 现在既然不吃麦当劳 不喝口可乐 连百事可乐都说 他们的业绩往下掉 对像我现在都不喝可乐 我都喝水 因为水不用钱 是不是这样 然后肯德基 销售额既然下降2% 降幅最大在美国 我就可以理解 第一个肯德基在美国的 你说虽然是相对比较平价 可是就我刚才讲 通膨跟高利率的一个环境 大家就会开始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我可能自己居家料理 自己煮来吃 而且你看到必胜客 国内跟国际市场的需求 都落后 铜电销售下降了7% 不只在餐饮方面 连亚马逊跟星巴克 他们都发现 他们的营业里面出现一个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警讯的一个变化 什么意思 就是亚马逊他的财务长说 现在消费者消费非常谨慎 也就是说在挑选物品的时候 他们会去针对相对价格比较低的 而且会精打细算 花很多时间去搜寻一下 搜寻就是研究调查 可能会货比三家 然后够便宜才愿意买 或说谁折扣打得比较凶之类 或是真的等到降价再来买 亚马逊有这样 星巴克也是 星巴克的行李厂说 很奇怪 现在客户变得更谨慎 也就是说以前可能 即便没有买一双衣 他也买星巴克 现在一定要等到特定的优惠日 什么小资日 现在星巴克不是都有这种 大家才消费 这是一个警讯 不过说到这个消费 影响到美国的经济 是不是其他国家 也都开始会担心 美国的经济没有想象中这么稳定 而且在最近 美国媒体自己都报告 其实这几个月 有一些的非洲还有中东国家 他们开始从美国去撤回 他们的黄金储备 因为过去以来 大家对于美元的强势地位 几乎没有怀疑过 可是现阶段来讲 美国第一个他在台高足 第二个美国自己经济状况 就外面的人来看 虽然鲍尔是否认 停滞性通膨这个议题 我觉得外围的人 还是会有些担忧 甚至觉得再不断发行的 规模不在扩增 不断在扩增当中 美元的地位 他们也会怀疑 所以为什么要从美国 撤回黄金储备 原因很简单 他不是怕美国偷他的黄金 他是担心说 以美元为计价的黄金 我还是握在自己手上 会不会好一点 这个是一个问题 你看包括几个主要的非洲国家 这个代表大家对美国经济稳定性的 一个担忧 凸显了什么 过去大家觉得美元一定没问题 美国的金融机构不会搞 避险货币最安全的 就是美元对不对 那产生怀疑 当然我等一下我也在想一下 我要赶快把我的美元给他换一下 那世界黄金协会 他现在在讲 黄金的需求不断的在攀升 那大家仔细去想一件事 过去我们对于黄金的需求的攀升 在两种情况 一个是美元走弱的时候 另外一个是什么战争的疑虑 可是现在战争疑虑并没有扩大 那为什么黄金的需求 这几年一直在攀升 我觉得主要还是担心说 除了美元以外 我到底还能持有什么货币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主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不管你说地缘政治也好 经济不确定性也好 所引发的避险需求 确实让大家持续在 增持这个黄金 那当然现阶段来讲 我们看到各国 尤其是中国 不断的在减少它手上的美债 一直卖美债 对 那当然持续去减持美债 有很多的因素 包括外汇市场的一个操作 或者是说他们对于 美债的一个信任度 整体的持有度来讲 中国应该是 减持的幅度是最大的 但我们并没有看到 全面性的减持 所以即便没有信心 即便没有信心 可能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 持有美债可能还是 是次家的选择吧 另外我们也要关注 在这一次所公布的财报的部分 大家市场一直原本很期待 在美超微的部分 其实我们要请教洪文哥 美超微的财报 其实并没有不好 它只是没有大家想象中 那么样的好 所以包括美超微跟超微 在财报公布之后 其实这个股价都是下跌的 但它真的基本面是有疑虑的吗 是 我觉得基本面应该没有疑虑 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两家公司 股价跌那么惨 我想说今天台股一定不会好 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美超微SuperMichael跟AMD 它事实上 昨天当然是股价很不好 一个跌7% 一个跌16% 但是你如果去看它的基本面 它的财报其实不差 你看超微上季的净利是1.23亿美金 它事实上在比去年同期 去年是赔钱的 去年同期还是亏钱的 是亏钱的 所以它已经扭亏为盈 这件事情当然是很正面 当然它营收增一点点 2.22%不是很多 那你如果看美超微 那个获利更好 美超微的第一季 它是赚7.62到8.42美金 这个真的是很高的数字 事实上你说台积电 大概第一季大概是赚8块 所以当然人家是美元 我们台积电是台币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你去看就是说 事实上这个基本面 其实没有那么差 但是问题是什么 是因为股价涨高了 股价涨高了 投资人怎么样 他的预期心理就很高 所以这个 然后另外也就是说 像这个美超微的CEO 叫梁建后 他就讲了 他说其实 他们的接单非常好 但问题就是说 有一些关键的零组件 被受限 就是这个产能缺 所以他没有办法出货 事实上他订单接得更好 对 就是因为缺零组件 所以没有办法出这么多的货 再影响到他们的益子 对 所以实际上 那到底是什么缺货 你来看 HBM其实就是记忆体 高频宽的记忆体 缺货 第二个AI的先进封装的产能 也不够 很失敬 台积电其实有一个COAS COAS它的产能就不太够 所以这个主要 我想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其实是供给跟不上 需求其实是很多的 所以这个 然后另外 如果我们来看整体的需求是什么 很有趣 我们张忠孟董事长 他之前在熊本厂开幕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件事 这件事很重要 他讲说 事实上在AI星期下面 好多人都跟他要晶元产能 而且一要不是几千片或几万片 事实上他们每一个都是说 你给我一个厂 或两个厂 三个厂这样 直接一个厂的产能全部给他 那当然大家知道就是说 现在台积电那个厂 叫Megafab 那个超级大的厂 一个厂就产能就十万片 越产能就超过十万片 那这个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 张忠孟董事长是不是讲 是这一种Megafab 我不晓得 不过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客户需求已经不是 那种几千片几万片的 他们真的是有很庞大的一个需求 所以这个 当然张董事长也说 客户讲了也不能全信 给他打个折扣这样子 那另外我们看到就是说 路透我想最近 他的有一个这个调查 那他讲到就是说 南韩四月的出口 会成长13.7% 那这个很可能就是 这个当然比三月还要好 那很可能他会有 连续六个月到七个月的 一个快速的成长 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一样的是AI的复苏 AI带动南韩的出口 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HBM 不是我们刚刚讲HBM缺货吗 那其实这种记忆体 主要都是韩国厂商 三星跟这个海力士 对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他们也真的就是受惠于 AI晶片的需求的爆发 所以之前三星不是不太好吗 但现在看起来呢 他们的这个业绩成长 其实是很明显的 就是受惠于AI 如果AI带动了南韩的出口的话 AI其实也带动了台湾的出口 我们看到台湾在这一次这个四月三十号 针对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的概括进行调整 没有想到宏哥这个数字很亮眼 上调到百分之六点五一 那么这也是近十一个季度最好的成绩 那最主要也是仰赖AI吗 对我想AI的确是我们刚刚讲的 南韩会受惠 台湾也会受惠 对 韩国那个是记忆体 那台湾是AI晶片 那AI晶片的需求 其实是主要的 那个记忆体是跟着一起上的 但是我想我们先看就是说 6.51这个数字 我们已经很久没看到了 那这个第一季6.51 当然很高 不过我还是提醒大家 去年的第一季基期非常低 而且是负着3.49 大家如果把它算一下 把这个3.49扣掉 6.51大概也就剩3% 是因为去年刚好也是去年基期很低 不过我觉得还是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看 但是去年就已经 每一季就逐季上了 那现在第一季 今年的第一季又往上走 所以我想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 你如果要去解读的话 我想还是一个重点 就是出口优于预期 然后AI拉动 然后支通视听产品 支通跟视听产品1.2倍 成长1.2倍 1.2倍很高 1.2倍是120% 所以这个当然我想还是有一个低基期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我想赢南韩又赢新加坡 是 这个赢南韩是我们一直很想赢的 新加坡一直 其实也都还保持得不错的成长 因为香港下去 新加坡有一个很大的成长 对 所以我想 就是说台积电也在4月的法术会指出 它今年看好伺服器的成长 伺服器的成长 今年营收 贡献营收会成长超过一倍 这个数字是不小的 那另外 他也预期未来五年 伺服器AI的处理器的复合成率 每年都50% 50%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数字 所以到2028年 它会超过台积电整体营收的20% 所以我想这个整个 我们说AI的需求的确是很旺 只是产能跟不上 大家要赶快扩厂 赶快追这样的一个 让客户可以 最基本面 后市还是非常的看好的 是 不过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在美国现在的一个状况 现在美国除了大家很担心 这个通膨的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降旗之外 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如果说美国是全世界最强 最有钱的这个国家的话 那么犹太人 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 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 因为我们说到 如果说犹太人 那么人口最多的地方 第一当然在以色列 第二其实就是美国了 我们要请教邦华 现在美国校园他们爆发 就是反以色列滥杀无辜 这样的一个浪潮 包括在哥伦比亚大学 还有UCLA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现在是越演越烈 你可以看到UCLA甚至有发生 抗议方跟反抗议方 是有肢体冲突 那事实上这个的演变 背后有一个激化的作用 那这个激化当然就是和钱有关 我们知道犹太裔在美国的金钱的势力 是深入的一个层面 在学运的这个运动来说 就有国会 有学术圈 还有媒体 这主要的三个方面 所以当学运开始的时候 只不过就是哈佛一群学生 表达他们认为 这一次哈马斯攻击以色列 其实以色列有责任 这样就不行 犹太的金主 对 马上出来说 那我要撤回我的捐款 你知道他捐多少吗 三亿美金 天啊 三亿美金 然后接下来 国会的这个机制也启动了 就叫把这些校长 都叫国会作证 就是言辞的逼问他们说 你要不要对反犹太的言论 进行谴责 可是这三位校长 因为基于言论自由 他们没有明确的表态 这下子媒体铺天盖地 结果三位其中有两位下台 我可以说 对 这是美国学术史上 相当黑暗的一页 那学生看在眼里 那当然就是继续进行抗争 这会轮到哥伦比亚 4月17号 哥伦比亚的校长 被邀请到国会作证 就在那一天 学生在校园内 用扎引的方式表达抗议 那这位校长 其实他是金融界出身 那他 你要知道美国大学的校长 他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就是募款 那他又是金融界 所以他最后采取了一个比较 政治正确的做法 他请警察来介入 没有想到造成了一个大反扑 因为纽约毕竟是一个学术 最崇尚学术 以及言论自由的地方 那其他大学眼看这样子 觉得要声援 所以你看到各地各地的大学 就开始了示威的活动 很难想象 这个校长他也允许阵报警察 就直接进到校园 对 然后现在也因为警察的介入 双方自然的抗议也会激烈 也当然不排除有外在势力的介入 然后媒体又不是特别公正的报道 有些媒体把这些学生形容成反犹分子 事实上他们很多都是犹太人 对不对 然后在这整个过程中 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事实上是被忽略的 那就是学生歧视是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要求 而且他们的要求相当合理 他们就是希望学校要切断金流 就是跟那些挺以色列的金流 要切断关系 这没有不合理 因为他们不愿意资助这些 现在进行对于加萨居民的这些 所谓的大屠杀的行动 一个学校事实上真的妥协了 是布朗大学 也是长春屯的学校 也是长春屯 对 他们说好 我们可以考虑 然后在10月进行投票 结果学生就撤了 就没有抗议了 就不扎营了 所以事实上 这个是证明说 这个问题可以比较和平的解决的 可是其他的学校没有跟进 这很可惜 然后加上警方的介入 现在就是变成双方一个很激化 也就是变成好像这些学生是反游 其实并不是 因为他们的要求实实上并没有 不合理 因为美国的国内的法律就有一条 美国人的钱不可以从事 不可以去资助那些国外的势力 去进行非人道的行为 但是这条法律到了一巴问题 从来没有 就不适用了 就被忽略了 所以现在这样看起来 大家很担心 在这样越演越烈的状况之下 会不会演变成真的有悲剧发生 然后后续的效应会有多大 因为我们知道 学运在美国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对于美国的社会 可以接下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重点 要再请教帮华 你知道你刚刚提到 这个学运在美国 它的影响力很大 那我们也知道 犹太人在美国 尤其你刚刚提到 钱在金融这块的影响力 也非常的大 那你觉得美国总统拜登 他会怎么样去 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事件 如果越演越烈的话 对拜登 对川普各自的影响呢 好 我们其实可以讲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现在知道TTAG 对不对 TTAG现在美国国会很火速的通过 然后拜登也签署了 这就可以表明 拜登 他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 是比较倾向停以色列 为什么我这样讲 你会觉得这两个问题 好像不搭嘎 事实上是有关系的 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美国 我就讲美国的媒体 一向对于报道 这个以色列的问题 他们是比较站在 以色列这边 这一点其实 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 没有太大的差异 而川普就代表的 这个共和党 事实上是更停以色列的 但是却出现了一个 平台叫TTA 好像是一个导弹鬼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军方刚开始 说他们有理由 要轰炸医院什么什么 这一些都被TTA上面的影片 一一反驳 然后TTA又有很多 很多加上居民 遭到这个大毒 就是遭到被狂轰滥炸 之后的惨项 所以在TTA上面 很多很多都是要支持巴勒斯坦 也就是解放巴勒斯坦的 这种影片 然后根据大家 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数据显示 这些影片的观览的人数 是大幅碾压支持 观览那些支持 以色列的影片 那这个的确触动了 这个敏感的神经 不过TTA其实对美国的经济 也是很有贡献的 我们看到这个金额 242亿 对 然后这些 有些人是靠TTA来做营收 就是靠他们有收入的 那整体的收入 他们的综合起来收入 是高达140几亿美金 所以你说要进他们 其实是不太符合资本主义的 这个理念的 因此很多人认为 这次要进TTA 其实不是所谓国安的理由 事实上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么多年轻人在挺巴勒斯坦 等于说他们在尾巴问题上 起了这种翻天覆地 观念上的改变 很多人把它归咎是因为TTA 虽然TTA其实运算法上面 你受欢迎的影片 就会有更多的人看 只是单纯讲 可是呢 但是很多的犹太的势力认为说 这个是TTA在散播 然后他们也有新闻报道出来 就捐款给国会议员 然后他们在国会提案 要进行TikTok ban 结果发现是不是很快通过了 众议院几乎是高票的 就通过了 然后参议院用包裹式的方式 在原无法案中 也过关了很快 所以就让大家知道说 现在大家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像刚刚您提到的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是非常一致的 而大家事实上是会怪 当然就是拜登 因为他现在是总统 对 所以你刚刚讲 是不是有影响 当然对他的选举 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年轻人 事实上是非常支持民主党的 那现在又有学运 现在又有TTA 对不对 那现在自己民调 都已经落后川普了 对啊 那川普其实是对 以色列更加的支持的 但是呢 大家年轻人不是那么理性 如果他现在是 讨厌拜登的话 他就不投给拜登 他不见得会投给川普 他可以不出来投票 那所以说呢 就像您刚刚讲的 对于未来的大选 也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些呢 都是现在美国可以说 真的很头痛 对 是相当头痛的问题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的是呢 现在全球经济 如果说不景气 韩国呢 他们是希望 35岁以上的这个员工呢 有部分企业希望 他们就可以离职 到底会用 什么样的一个 比较难堪的做法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